国内的物价声声寒涨 政府早前就推出了各种针对性补贴机制 以协助人民摆脱经济困境 首相杜斯里安华指出 政府还在研究有关针对性燃油补贴的机制 具体的落实时间则无法确定 另外他也警告首都商贩 不要随意将营业执照转租给外人 否则基隆坡市政局将会果断的撤销 相关的执照 通胀高企严重影响了家庭和企业 而政府所实施的针对性补贴机制 就减轻了民众不少经济负担 但同时也加重政府的开销 首相兼财政部部长纳杜斯里安华 今天走访吉隆坡端估阿都拉曼路的 小贩中心时就指出 政府还在研究针对性燃油补贴机制 之后可能不再给富裕人士提供政府补贴 至于何时能落实针对性燃油补贴的计划 安华只是表示 如今还无法确定实行的日期 但政府会加快脚步 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本地商家的权益 安华也指出 吉隆坡市政局将会吊销那些 把营业执照交给外籍人士的小贩 政府将会杜绝这类滥用执照的行为 安华今早和当地小贩交流后 肯定小贩的贡献 认为小商贩们是促进国家经济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同时也承诺 政府在积极提升首都的设施和形象党儿 也会为这些小商家提供舒适的摊位环境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